当然持续来看到的是 总统赖清德就职演说 提到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互不隶属的 这样的说法遭到了前总统马英九的批评 没有接住大陆方面的善意 而新两国论恐怕会让两岸陷入风险挑战 不过赖清德现在喊话 希望可以重启对等的观光 还有开放陆生来台 准海机会董事长郑文灿也都表示 已经准备好 清晨七点多台东出现大辆M113装甲车 从营军开出 军方强调是例行性的部队移动 但不少民众还是看得胆战心惊 毕竟前一天赖清德在就职演说态度强硬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我中华民国下分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 但是框架就是一个国家 不过赖总统演讲 却挑明是两个国家互不隶属 还说台湾也是国家名称 一番话遭质疑赤裸落违宪 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位自称为 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中华民国总统 更直接表明台湾也是国家名称 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 新两国论 让两岸关系立刻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与挑战 马英九主张九二共事 以中各表担心新两国论为两岸带来危机 尤其当对岸用中华民族释出善意 各些认为赖清德完全不接橄榄枝实在太可惜 他说只要两岸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 没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 赖清德总统不仅没有政变回应中华民族的概念 还把两岸关系定位为两国论 路方认为赖总统演说态度强硬 质疑背后有美国在下直到齐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我们严正要求有关国家和相关政客 停止在涉台问题上搞政治操弄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赖总统喊出两岸对等下可充其观光和开放 陆生来台 海基会也在世正面消息 不管是航点的扩充 或者双方的团客的护防 我们准备好了 双方只要对等善意 一切都好谈 赖政府做不到的沟通交流 赖清德期盼解冻中兵 但就职演说过后 就怕两岸关系依旧如履薄冰 这杨洁陈珍采访报道 赖清德总统这一次的就职演说备受关注 而5月中旬其实就陆续几篇的相关报道 已经提前曝光了 但是大多都只是整理赖清德过去讲过的内容 不过这一回在5月18号的时候 有数家媒体同一时间都刊出了一篇 名为国安人士抛出说 这个赖清德演说会提到的四大要素 但是来现在看一看的是 跟520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内容有蛮多的出路的 当然后续引发了网络上头的一些讨论 就连党内人士都质疑说 这一位所谓的国安人士是拿错稿了吗 或者说可能是赖政府的一个国安漏洞呢 而来看到的是立法院现在针对 在一党所提出来的国会改革法案来进行表决 民进党是号召了许多的群众到国会的周遭来进行集结抗议 前立法委员郑立文就认为说 总统赖清德在就职典礼上头 他就呼吁国会少数应该要服从多数 多数要尊重少数 但却是放任自己党内的立委来使用暴力杯葛议事 赖总统嘴巴上说要朝野和谐 但是根本看不出他有一点的诚意 小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 你废话 你是小学生啊 你上公民课啊 你是现在当权的总统 赖清德你不用回答吗 你知不支持国会改革 对不对 跟你无关是不是 我们不在同一个国家吗 这国会跟你没有关系吗 你以后的官员要怎么样来国会 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你也可以一个态度啊 不管有没有修法 我未来的阁员绝对在国会里头 是尊重国会的 绝对不会反咨询 绝对不会羞辱国会议员 你也可以这样宣誓啊 那你为什么屁也不坑一声呢 你算什么嘛 当然就是你讲的嘛 我完全同意 就是一个半白脸一个半黑脸嘛 不然的话你看那天铺上去的 不通通都是新潮流的嫡系 仲嘉宾跟郭国文啊 不是新潮流的嫡系 不是你赖清德下令的吗 你赖清德不知道他干什么吗 对不对 不要再假了 不要再装了 你连一个五院院长 新民意代表韩国瑜 你都不败会了 你连打个电话讲个话 都不愿意沟通了 你这样叫做要团结大家 你这样叫做叫朝野和谐 你不是放屁吗 你根本就通通没有任何的诚意 赖清德总统他的就职演说 是首次从宪法的条文当中 推演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互不隶属的 但这样的说法后续引发了哗然 但是按照过去的往例 美国对于中华民国总统的重要演讲文告 必然是先知情的 而从美国国务院的回应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欢迎并且默许赖清德的表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其实可以观察的是从过去的一段时间 中美在联合国大会的2758号 决议文的法律战和话语权的争夺战当中 都可以看得出相关的脉络 赖清德在520已经宣示就职 新任总统外媒也高度关注 而中国大陆的官媒人民日报 现在是全版痛批台独 声称赖清德是在贩卖两国论 一边企图谋独 一边是奢谈两岸之间的对话交流 完全是招摇撞片 而同样的官媒环球时报 也是批评赖清德就职演说是 害台宣言 总统赖清德笑容满面 向台下民众挥挥手 正式就职第16任总统 而外媒都相当关注 对此CNN驻台记者雷普利 也在府前广场访问专家 北京将会做出哪些回应 CNN指出北京对台湾经济制裁 恐怕也是赖清德即将面临的一大挑战 甚至提到近期立法院发生多次冲突 更登上国际媒体 互相推挤甚至发生斗殴 路透社更称台湾是喧闹民主的国家 而台湾国会多次出现分歧 也可能是赖清德未来决策时的隐忧 针对赖清德的旧职演说 大陆官媒环时标题就写下 赖是台独 此路不通 称他对大陆敌意挑衅 暴露台独工作者台独精酸的顽固本性 更称赖清德的演说是一份台独自白书 也是一份骇台宣言 而人民日报也全版通批台独 指赖清德是在贩卖两国论 一边企图谋独 一边奢谈两岸对话交流 完全是招摇撞骗 而赖清德和多位日华议员 肯谈会出席官礼的31名议员 以一握手 规模是史上最大 进而引发大陆驻日使馆的不满 批评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 发出错误信号 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避免进一步损害中日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 而针对昨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对赖清德祝贺上任总统一事 中方坚决反对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并要求美方切实恪守拜登 不支持台独的原则 记者综合报道 大陆国台办在20号 是以发言人陈兵华的表态方式 对于赖清德在520的讲话 释出了谋独挑衅危险信号 充分暴露了台独本性 这样子的定性的定调 陈兵华在21号晚间 再度发布答记者问 这一回他再度痛批 是赖清德公然搞台独 态度是相当的猖狂 民进党当局是勾连外部势力 进行谋独挑衅大陆 必须要反制 必须要惩戒 而值得注意到的是 在整篇文章的倒数第二段提到说 赖清德是打着和平共荣的幌子 空谈 以对话取代对抗 交流取代围堵 两岸可以重启观光交流 学生可以来台就学 让某一些不明就里的人 现在国台办认为赖清德的这样的说法 是认为说有可能让很多不了解状况的人 误以为是有改善两岸关系的善意跟诚意 而必须要指出的是大陆的居民学生不能够到台湾的旅游 就读完全都是民进党所造成的 似乎也是暗示的 这两项交流短期之内还是没有办法开放的 好 现在赖总统上任之后 中华民国跟欧洲唯一的邦交国梵蒂冈关系 可能因此生变吗 因为这是根据路透社一个最新的报道 梵蒂冈的国务卿帕洛林在周日的时候表示 梵蒂冈希望可以在中国设立常设办事处 路透社也表示说这将会是梵蒂冈和中国关系的重大升级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by bwd6